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來解開一個心結 這個心結就是在將來全民反抗開始之後 中國的軍隊到底是會站在中共那一邊還是站在人民那一邊 六四屠殺,會不會重演 不解開這個心結,大家對將來中國向哪個方向走 對呀,中國的民主轉型怎麼樣進行都會感覺到很迷茫,很悲觀 甚至是感覺到無路可走,這個問題不解決 大家現在也沒有辦法做規劃 沒有辦法開始踏踏實實的做準備工作 大家擔心這個問題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共很殘暴 在它的歷史上,他們是殺人如麻 將來全國人民開始抗爭之後 中共他們絕對是願意動用軍隊,這一點我一點都不懷疑 但是不僅僅因為他們殘暴、嗜血 因為他們有軍隊的統賽權 他們就能夠為所欲為,就能夠對老百姓打開殺戒 如果是這樣的話,全世界所有的那些專制獨裁政權 他們就不會倒臺了 所有的那些獨裁者,他們都可以千秋萬代的統治下去了 因為每個獨裁者,他們都有軍隊呀 而這些軍隊呀,他們在武器方面 在訓練方面,在組織化方面 都遠遠的超過了老百姓 遠遠的超過了任何的民兵武裝 如果有武裝,而且願意殺人 他們就可以維持統治 那麼所有的獨裁者就會永遠的統治下去 但是事實上呢?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不是的 在過去呀幾十年當中 那些獨裁者,他們一個一個的都被推翻了 在人民的反抗面前,他們一個一個的就垮掉了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軍隊會不聽他們的 軍隊會反倒戈一擊 每一個統治者,他們都嘗試過給軍隊洗腦 每一個統治者都想讓軍隊絕對服從 都想讓軍隊去執行統治者的命令 去屠殺全國人民 但是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統治者他們不是不願意做 而是他們做不到 我給大家從三個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 第一個方面呢,是軍隊 第二個方面呢,是統治者 第三個方面呢,是抗爭陣營 從三個方面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很多人呢,不仔細,不深入的思考 一提起街頭革命,上街抗議 他們就說,哎呀,中共有軍隊,會進行大屠殺 他們把軍隊當成機器了 他們認為啊,只要中共按一下按鈕 這個軍隊這個機器啊,就會七刷刷地走上街去幫他們殺人 但是啊,軍隊不是機器 軍隊啊,是由人組成的群體 而他們的行動啊,是由他們的大腦決定的 而影響他們的這個行為決策的因素非常多啊 但是主要分兩大類,第一類啊,就是感情的因素 第二類啊,就是利益的因素 一個是感性的,一個是理性的 這兩類因素決定了所有人的行為 也決定了軍人的行為 那種啊,把軍隊啊,說成是完全聽命於上級的這種機器 這是對人性不了解,對軍隊啊,也不了解 而且這種說法,它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啊 歷史上啊,到處都是啊 軍隊違抗命令,軍隊劃變,軍隊造反的例子 一般來講啊,這個軍隊啊,他的中下層的官兵 他是比較偏重於感情的成分 不是說他們不考慮利益 而是說他們更偏重於依賴感情來決定他們的行為 那上層的將領呢,一般來說啊 他們因為能爬到那個程度 一般來講都是心機很深的一批人啊 所以是他們更看重的,更多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 對他們有利的,他們就會做 不利的就不會做 那麼,在未來的街頭革命當中 中國的那些中下層的軍官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影響他們的感情 影響他們的利益呢? 這主要是要靠同志性 同就是相同的同,志呢就是質量的志,同志性 如果抗爭陣營的這個民眾 跟軍隊中下層官兵呢 他們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 來自於不同的階層 不是同一個階級的,軍隊就很容易鎮壓老百姓 如果是這些抗爭者跟官兵呢 他們是講同一種語言的 來自同一個地區的一個階級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官兵這個軍隊的這個中下層的官兵呢 就和這個抗爭陣營就有了同志性 那麼這個抗爭陣營在感情上在利益上 他們就和軍人呢就息息相關了 因為軍人都是有家庭的 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兄弟,他們的親戚 都在抗爭陣營裡面 獨裁者啊 這個時候如果要他們去拿起槍來呀 對這些老百姓抗爭陣營打開殺戒 那麼這些軍人他們在心理上就會有抵觸 如果很多軍人在心理上都有抵觸的話 那麼他們就有可能呢 密謀就有可能開始倒戈 就有可能呢,開始反抗 我們就拿這個2011年茉莉花革命當中啊 這個敘利亞和埃及這兩個國家呢 來做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啊 這兩個國家幾乎在同一個時間爆發了革命 革命開始的時候啊 大家都是用,採用街頭革命的形式 走上街去抗議 當敘利亞的老百姓走上街頭抗議的時候 那個獨裁者巴薩爾他去下令軍隊去鎮壓 那軍隊啊就向人群開槍了 反抗著最後啊沒有辦法 就只好拿起武器啊跟他們打 一直打到現在內戰還在繼續 但是在埃及呢 當人民大規模的上街抗議之後 獨裁者穆巴拉克他也下令軍隊去鎮壓了 但是軍隊一到城市 他就開始啊和這些抗爭陣營的群眾啊 開始連歡了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就是因為呀 遜尼亞的軍隊和反抗者 他沒有同志性 遜尼亞是一個宗教衝突非常嚴重的國家啊 伊斯蘭教的兩大教派 一個是遜尼派一個是什葉派 他們在那裡啊 這個互相鬥爭互相殘殺了一千多年 那巴薩爾這個和他這個軍隊啊 多數人都是來自於什葉派的 而抗爭陣營的群眾多數人都是遜尼派 所以說這個軍人和抗爭陣營之間呢 完全不同調 甚至說還是世仇 那麼這個時候他們開槍啊 絕對就不會手軟 埃及就不一樣了 軍隊啊它是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 抗爭的老百姓啊也是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 他們軍隊和抗爭陣營之間具有同志性 利益和感情他們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穆巴拉克無論他怎麼樣下令軍隊陣營啊 大部分軍人是不會聽他的 那麼軍隊高層的將領呢 天下太平的時候啊 他們沒得選擇 就只能啊根據自己的習慣啊 根據這個當時的制度來聽從上級的指揮 但是 當政治開始變動的時候 當人民開始起來反抗的時候 這時候軍隊就有了一個選擇 他們可以選擇支持這個統治者 來鎮壓全國人民 也可以選擇支持抗爭陣營 來反對這個統治者 這個時候啊 他們由以前的統治者的下級 變成了統治者和革命者之間的一個仲裁者 變成了兩個陣營都要爭取的角色 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理性的為自己考慮 為自己的利益來算計 到底是支持哪一方 對他們更有利 在多數情況下 在全國人民啊 起來抗爭的情況下 軍人 一般會選擇支持人民 對他們更加有利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多數時候啊 當人民起來革命的時候 就說明統治者啊 他大肆已去 失去了民心 他已經只是一小撮權貴集團 那一邊是億萬人民 一邊是一小撮 這個小圈子 當然還是支持這個人多的一方更有利 更何況呢 這人多勢眾的這一方啊 他還佔有道義上的優勢 還佔在歷史潮流的一邊 更何況他們還有可能獲得了廣泛的 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那麼鎮壓這麼多的人民 辦起來啊 很棘手 有很大的政治風險 一旦失敗 就會成為人類公敵啊 就會犯下反人類罪啊 而另一方面呢 他如果是倒戈一擊 就是逼迫一個獨裁者下台 逼迫一小撮權貴讓位 這個風險呢 是相對較小的 一旦成功 還有可能呢 成為改變歷史的英雄 還有可能在未來的政權當中啊 成為首領 那何樂而不為呢 這樣一種情況下 軍隊當全國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 軍隊站在人民的這一邊的可能性 就更大 從統治者啊 這個角度來看 這方面來看呢 當他看見全國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 他們的第一反應 第一個願望啊 就是要動用軍隊來進行鎮壓 這一點呢 幾乎毫無例外 因為獨裁者 他們能爬到那個位置 他們都是殘暴的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殘暴的 所有的統治者都是如此 共產黨尤其是如此 但是呢 當他們真要下決心這麼幹之前 他們必須得考慮一個成本問題 現在我就跟大家講幾個案例 第一個呢 就是羅馬尼亞 八九年人民革命的案例 八九年呢 羅馬尼亞老百姓起來抗爭了 那個時候的獨裁者啊 叫齊奧賽斯庫 齊奧賽斯庫啊 他當時就是一廂情願的認為啊 說只要我下令軍隊去鎮壓 就一定能夠鎮壓 因為軍隊武力強大呀 你老百姓赤手空拳了 那反抗者 你能組織什麼武裝呢 你最多也就是搞幾隊民兵啊 搞幾把火衝啊 怎麼能跟我現代化的軍隊相比呢 所以他就派軍隊去鎮壓 在一個地方 一開始就殺了幾十個人 但是 這種殺這個殺戮啊 他不僅沒有消滅全國老百姓的反抗 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更大的憤怒 這個時候全國各地都起來反抗他了 他就下令呢 這個國防部長和這個所有的高級將領啊 說你們要在全國進行大鎮壓 這個時候啊 軍隊就開始抵制他了 因為你想想 要鎮壓這麼多的人 那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呢 大家都覺得如果這樣做了啊 這樣一件反人類的事情做了 那一旦失敗 今後啊 就沒有辦法啊 面對全世界了 沒有辦法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 所以這些高級將領呢 就開始反對他 齊奧賽斯庫呢 也很果敢 馬上就把國防部長給幹掉了 其他的將領 一看這沒有退路啊 不是殺老百姓 就是殺齊奧賽斯庫 而幹掉一個人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時候啊 他們就發動了兵變 那兵變幾天之後 他們就把齊奧賽斯庫給逮住了 把他們兩口子給逮住了 他們就設立了一個臨時的軍事法庭 審判了他們三個小時 然後就把這對夫婦啊 就地正法了 這就是齊奧賽斯庫 他動用軍隊屠殺老百姓的下場 這個下場啊 給今後所有的獨裁者敲響了一個警鐘 獨裁者不要想當然的以為 軍隊在任何時候都會聽你們的指揮 那第二個例子呢 就是印尼的例子 印尼的獨裁者啊 他叫蘇哈托 他統治了印尼 那個時候98年的時候 他已經統治印尼三十多年了 所有的軍隊的這個高級將領呢 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 那98年全國老百姓都起來反對蘇哈托的時候啊 他也是剛開始也是調集軍隊啊 要準備鎮壓的 那麼最後當他召集到所有的這些高級將領啊 到他的這個總統府裡面啊 去開會 下令要他們準備鎮壓的時候 這些高級將領呢 告訴他說 絕對不能夠鎮壓 為什麼這些將領要背叛他們的老領導 為什麼要背叛那個 曾經給過他們榮華富貴的那個蘇哈托呢 因為他們感受到民意的力量 感受到多數的中下級的軍官呢 這個官兵呢 他們不會聽從他們的命令 也感受到國際上的壓力 他們不願意變成人類公敵 為什麼要跟一個這麼這個老傢伙 獨裁者啊 獨夫民賊為他賣命呢 為什麼要把自己把自己的子孫後代啊 推到非常危險的境地呢 如果反對蘇哈托啊 站到人民一邊 那麼他們有可能 不是說完全沒有風險 但是他們有可能成為新時代 那這個新政權裡面的英雄 那不是更好嗎 所以說啊 那個時候印尼的總參謀長和其他的將領都一起啊 就到總統府 就要求蘇哈托啊 辭職說啊 如果你馬上辭職 我們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那意思也就是說 你如果不馬上辭職 我們就要把你幹掉了 這個蘇哈托啊 他也是一個實務者 沒有像齊奧賽斯庫那樣 這個富裕王抗 所以很老實的就宣佈下台了 宣佈下台之後啊 他最後自己也得了一個善忠 他的子孫後代也沒有被清算 沒有像卡扎菲啊 薩達姆的子孫那樣被人剿滅乾淨 那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這個理性的決策 對獨裁者都是有好處的 對軍隊的將領的這個好處啊 那就更大了 所以在後來啊 二十多年當中 那印尼的那幾個倒戈的將軍 其中有兩個被選為總統 一個為自己利益考慮的統治者 理性的統治者 他在動手進行大鎮壓之前 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啊 他一定要確保在下達命令之後 鎮壓的命令之後 軍隊一定要一致的執行他的命令 不僅要這個掌握軍隊的高層將領 要執行他的命令 而且一定要確保中下層的官兵啊 不會兵變 在民意一邊倒的反對獨裁統治者的時候 哪怕是一個連一個贏的軍隊反叛 都有可能引起這個血崩式的軍隊的化變 而統治者呢 他一旦開了殺戒 他就沒有回頭路了 軍隊不是幫統治者鎮壓人民 就是幫人民消滅統治者 所以開槍的命令不是那麼容易下達的 比如說啊 當年中國這個鄧小平他就是這樣 89年4月份啊 這個學運開始之後 那時候鄧小平已經動了殺機 他對殺人呢 不會有心理上的障礙 殺人在感情上對他來說啊 跟割草就沒區別 但是他知道啊 這個殺人如果安排的不好 那麼反過來自己就會被殺 所以說呢 他在下令屠殺之前 差不多用了五十多天的時間 來安排怎麼樣弄 就是要確保軍隊不會倒戈 他先要統一軍隊的意志 所以一直等到五月下旬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這個時候啊 他才正式的決定動手 軍隊啊 到底會不會鎮壓這個老百姓 會不會鎮壓反抗陣營 他也取決於反抗陣營的狀況 有兩個狀況啊 需要考慮啊 第一個呢 是反抗陣營的規模 如果反抗陣營的主力 他只是一小部分人 或者是來自於某一個階層 而這一部分人呢 又和這個軍隊的官兵的背景非常的不同 那麼這個時候啊 軍隊就容易去鎮壓他們 如果反抗陣營非常的龐大 無所不包 來自全國各個地區 各個階層 那麼軍隊官兵呢 他們總是能夠啊 在反抗陣營當中啊 這個找到啊 同志性 總是和反抗陣營呢 產生利益上的感情上的紐帶 這個時候啊 他們就不會動手 我們就拿這個韓國80年到87年這一段的歷史 來做一個歷史跟大家分析一下 80年的時候啊 這個韓國的光州的一部分市民 他們開始搞民主運動 佔領了政府 但是這個時候啊 全國並沒有同時爆發民主運動 主流派還沒有行動起來 這個時候啊 全斗煥 獨裁者全斗煥就派軍隊去鎮壓 軍隊啊 就忠實地執行了他的命令 屠殺了反抗者 平息了革命 這就是光州事件 是不是因為統治者心狠手辣 殺人不眨眼 韓國的民主運動就停止了呢 沒有 他們繼續動員 終於啊 七年之後 在87年他們把全國各地的老百姓 都動員上街了 幾百萬上千萬人上街了 這個時候啊 天斗煥他還想顧忌重演啊 還下令軍隊啊 去進行這個鎮壓 但是就是同樣的這一支軍隊 同樣的這一批軍官 他們在面臨了龐大的抗爭陣營的時候 他們就不幹了 因為街頭革命呢 轉世的民意太強大了 這個時候軍心已經動搖了 軍隊的第二號人物 盧太渝 雖然他也是全斗煥的親信 在經過一番的審時度勢之後啊 決定拋棄全斗煥 站到革命的一邊 反抗陣營的規模 那是非常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一定要推廣全民共振 讓大家一起來 中國的軍人是來自於全國各地各個階層的 當全國各地各個階層的人民都上街之後 那麼民意就能動搖軍心了 我們就有把握阻止屠殺 我們就有把握完成革命 反抗陣營的策略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來給大家講一講波蘭的例子 波蘭在被共產主義集團佔領之後 也爆發過幾次大規模的街頭革命 幾次都被鎮壓下去了 因為他們的對手是蘇俄 俄國人跟波蘭人是四仇 屠殺波蘭人根本就不眨眼 五六年、七零年、七六年 波蘭人三次上街都被鎮壓了 死傷非常的慘重 可以說波蘭的革命是最艱難的 但是最後是因為他們策略高超 最後還是勝利了 80年波蘭又開始革命了 這一次他們不跟共產黨應拼了 他們在大工 在工廠裡面關起門來 自己搞組織、搞宣傳 這是一種非常另類的街頭革命 他不在街頭搞 他在工廠裡面搞 很快他們就把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 納入了他們自己搞的團結工會的組織體系 組織非常成功 他們還善於搞宣傳 調動了西歐各國的媒體 調動了天主教世界的所有的支持者 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在搞和平罷工 讓全世界都開始聲援他們 你蘇聯不是向全世界擴張共產主義嗎 你蘇聯不是鼓吹自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 要為工人謀福利嗎 那麼過去我們上街 你說我們是暴徒 好了這次我們不上街了 我們躲在工廠裡面搞罷工 你蘇聯總不能在眾目睽睽之下 全世界的關注之下 把坦克開到工廠裡面去殺工人嗎 好等到差不多一年之後 蘇聯人終於下定決心找到辦法 去抓捕團結工會的這些領袖的時候 這個團結工會已經發展成一個龐大的陣營 根本不怕抓 因為人太多了 一千萬共產黨抓不完 最後雙方僵持了好多年 八九年團結工會 這個時候看見蘇聯已經虛弱了 就用這個談判的方法 結束了波蘭的這個共產黨的統治 波蘭的這個例子就說明了 只要我們用恰當的策略 只要我們呢 迅速集結成一個強大的陣營 在強大的殘暴的敵人面前 我們也是可以用街頭革命的方法 來打敗他們的 現在再來看看我們的中國 八九六四在很多人的心理上面 留下了難以貧富的陰影 我自己本人呢 就是參加過八九年這個學運的 六四的那天呢 我就在現場 在殺人最多的這個北京的木溪地 後來呢又從木溪地啊 沿著長安街一直走到天安門廣場的西側 沿途見到了非常多的這個市民的學生被槍殺 我的這個身上呢 也沾滿了受傷的這些同學的這些市民的鮮血 那這個事件呢 在我自己的生命當中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記 所以我絕對不想讓中共的統治持續下去 我絕對不願意看到 將來有一天六四的慘劇重演 所以從來以後啊 我就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軍隊會站到人民的一邊 我們應當做些什麼 讓軍隊站到人民的一邊 那現在我非常有信心的告訴大家 歷史不會重演 下一次革命爆發之後 我們一定能夠阻止中共的屠殺 首先呢 是這個統治者 中共統治者跟八九年不一樣 八九年的時候啊 這些統治者 他們在軍隊裡面有很高的威望 楊尚昆啊 這個鄧小平王政啊 他們都是酒精沙場的大魔頭 軍隊啊很怕他們 很敬畏他們 現在呢 習近平這個班子啊 他在軍隊中 既沒有資歷也沒有戰功 在普通軍人當中沒有威望 尤其是習近平 他搞的這個選擇性反腐 軍隊的將領對他呀都很反感 無論是高層將領還是中下層的官兵 對習近平這個班子都沒有好感啊 對他們沒有任何感情上的這種衣服 沒有敬畏 在利益上面呢 跟他們也有矛盾 所以這個班子對軍隊完全沒有號召力 然後是下一次革命的這個主體 跟八九年也不一樣了 八九年的時候啊 參與者主要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 他們多數啊是來自於城市的 這個市民階層的 而當時的軍隊呢 多數是來自於農村 他們這個抗爭者和這個軍隊之間呢 完全是隔閡的 我們提出的這些民主自由的這些訴求 對當時的軍人來說啊 完全沒有一點點號召力 下一次街頭革命就不一樣了 中共經過了這六十多年的這個暴政之後啊 他們已經搞得天怒人怨 得罪了所有的人 觸犯了所有階層的利益 未來的抗爭一定是全民抗爭 一定是全國各地各階層 一起來的抗爭 而且下一次革命的訴求一定是全方位的 不僅僅是政治上民主自由 一定會包含普通工人農民的利益訴求 一定會給軍隊產生強大的 對軍隊產生強大的吸引力 現在世界各國 尤其是西方的那些強國 他們已經意識到了啊 中共沒有自己啊 變好的這種可能性 只能把它推翻 而且推翻它的最好的途徑 就是人民起來用相對和平的 街頭革命的方式把它推翻 顏色革命的方式把它推翻 那麼西方可以做些什麼呢 他們將來一定會遊說那些軍隊的將領 軍隊現在很多高官呢 他們在西方都有他們自己的利益 他們的財產啊 子女啊 親屬啊 很大一部分 都已經轉移到西方去了 所以到時候 西方會運用他們自己的影響力 來對這些高層將領呢 做遊說的工作 讓他們呢 不要雙手沾滿鮮血 不要堵住自己的後路 那個時候 如果習近平他能夠知難而退 就像啊 當年86年菲律賓的這個獨裁者馬克思一樣 最後到美國啊 去中其天連 如果不食食物的話 還想重演六四 那麼我告訴大家 習近平下令開槍屠殺之日啊 就是軍隊倒戈之時 就是暴軍滅亡之時 中國最可以 這個 最現實的轉型之路 就是街頭革命之路 除此意外 大家想一想 還有更安全的辦法嗎 不走街頭革命的道路 我們有更好的辦法嗎 難道我們能夠組織起民兵來嗎 難道我們能夠進行武裝起義嗎 所以說這個全民共振 全民上街 對中國人來說啊 這是代價最小的一條路 這也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一條道路 所以我希望啊 所有的民運的和維權的同道 大家不能夠再猶豫了 一定要確定下來 這個街頭革命這樣的一個戰略方針 有了這個戰略確定了之後啊 我們才能夠啊 紮紮實實的 開始做我們的準備工作 做組織工作 開始我們的聯絡工作 開始我們的動員工作 現在革命的這個時機 馬上就會成熟了 中共現在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現在中共是處於他們這個 篡奪政權以後最虛弱的一個階段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這個歷史給我們的契機 果斷的我們要結束這個專制暴政 實現民主轉型 好今天呢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再見